英文新报昨天引述网络论坛 Loya.net的消息指 国内有多达4620万分 也就是比我国3200万人口 还多的手机用户资料 包括用户的身份证号码 地址 乃至SIM卡讯息等外泄 相信是我国史上最大宗用户资料外泄事故 通讯及多媒体部部长 南多斯里沙列赛义 今天在国会被记者追问时说 警方和通讯及多媒体文会 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 沙列赛义拒绝透露 究竟泄漏资料的源头是哪些方面 但表示通讯及多媒体文会 昨天已经会晤好几家电讯公司 已了解详情 除了手机用户资料 新报也指出还有大马医药协会 大马医药理事会和大马牙医协会的资料外泄 专家警告资料外泄将导致人们的社交网络被侵略 或接获各种电话及短讯诈骗 为此专家提醒人们要谨慎应对 NV7采访报道